高壁盖豪宅 但自家却意外因此变成围楼吗 谁能忍受呢 来在台南北区有一栋12楼的建案大出包了 现场施工向下开挖10公尺 一次就是因为地下水冲刷底层砂质土 形成了空洞 那么结果导致恐怖的土石掏空 旁边周遭住户倒大没了 整排直接歪斜下去 看到打拼一辈子的家变成围楼 受在乎强力要求 舰商负责到底你必须要拆除重建 确保安全啊 但舰商有所盘算 只愿意房屋扶正处理就好 两者协商破裂 受灾户坚持提高 路面突然破了个洞 居民通报1999工程单位补破网 补将之后问题解决了吗 他还是有在插线的状况 大楼住着47户 他们游行这里变围楼 紧邻隔壁洞的外墙出现长长缝隙 镜头往上看 一样惨不忍睹 而这个停车场原本是洞空屋 也是因为地基掏空 房屋在一月时坍塌 出现楼框问题 包括邻近的七栋透天措 其中四户倾斜度直逼围楼等级的四十分之一 走进屋里也是满地军裂 这位小姐把铁罐放在地上 自己就滚起来 因为房子目前倾斜度是一比四十二 明显弯斜有感 到这边就开始会均了 其他户一样惨满无子裂痕 尤其浴室瓷砣也炸裂 厕所还不通 附近住户控诉 建商在台南北区盖一栋地上十二层楼 地下两层楼的集合式住宅大楼 疑似向下开挖十米 地下水冲刷底层 砂质土形成空洞 导致土石掏空 影响周边住户安危 住了一辈子的窝 如今安全出现疑虑 住户控诉要求建方拆掉重建 却碰到了软钉子 建商一直强调要用 辅证我们的房子下去做 他一直跟我说 如果我很坚持要重建的话 那他就是会估算我的房屋的残子 公务局人员旅刊 裁定建商勒令停工 并紧急撤离十一户 建商也发声明 并非漠不关心居民的安危 协商破局 目前双方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记者永化许臣文坛的报道